尊敬的各位大德同修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 昨天我们第一天一起学习了太上感应篇的题目所含的意义 而且讲了头两章 第一章是总纲 祸府无门为人制造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那么这是整篇感应篇的开宗明义 为我们指示 这个善必有善暴 恶必有恶暴 这个吉凶祸府啊 权在人的善恶所感应的 那么第二章 太上老君为我们指出 我们人的 我们人的 太阵 那人呢 就要死了 所以 人明了善恶 就非常重要 那么希望真正得到福报的人 那么这个首先要明了 如何 如何 这个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一起学习第三章 善应善果 来看看呢 哪些呢 是善 好 请看 是道者进 非道者退 这是善应善果这章里的总说 整个篇章所讲的 就是让我们合乎道的 就是世道 这个道呢 是指天理 是指我们的良心 在佛法里称作信德 那合乎信德 合乎天道人心的 那就要去做 不合乎信德 不合乎天道人心的 就退避 不做 这可以说是善恶 总说了 那么什么是世道 什么是非道 我们必定要以自信 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而古圣先贤 所说的 这些道理 都是自信 信德的流露 所以老子 孔子 释迦牟尼佛 他们所教诲的 他们是圣人 见到本性的 见到本性的 那么他们所说的 就是是非的标准 那么这个折子 是道折进 非道折退 这两个折子 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它是表明的 要我们要毫不犹豫 凡是合理的 合乎天道人心的 就要去做 没有丝毫的犹豫 那么不合乎的 这些非道 就赶紧退避 以免恶暴化 会陷陷 那么这里也是教我们 在念念当中 都懂得省察自己 这个修持 根本的下手处 就在自己的念头 明朝的 原了凡先生 他经过 远古禅师的点化之后 自己总结反省 自己有哪些毛病习气 才致死 自己没有福报 孔先生给他算了命 说他没有儿子 没有公民 而且短命 只有53岁 那么自己反省的 确实 有很多非道 那什么是非道呢 老门先生自己 心肠 没有公民的原因 那是因为自己不能够 那是因为自己不能够机功 累行 不能够耐烦做事 又不能够包容别人 时时还以自己的材质 去盖人家 去盖人家 这里底下讲的美好金花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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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 都非常莽撞 清帅 不思后宫 所以就容易得罪人 这些 这些都是叫夺福之相 所以怎么能够得科地呢 有科地的人 有功民的人 那都是有福相的 那福相从那里看呢 就从人的言语造作上面看 因为人的言语造作啊 全都是自己心的流露 自己心上什么样的一种念头 身体就会有什么样的相貌 这蛮不过人 所以有智慧的人 就从人的容貌 言语 动作 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极胸或腹 所以说我们说看相 看相啊 真正高人 他直观看过去 就知道啊 你这个人有没有极胸或腹了 那么他说没有儿子的原因 自己反省 自己好洁癖 喜欢干净 一点脏的东西都容纳不下 不耐烦 不能够啊 有包容 这些肮脏 包容人家的过失的这种哑量 而且呢 容易发脾气 善怒啊 要知道和气是先天 天地啊 孕育万物之本 那没有和气的人 怎么会有儿子呢 所以天啊 是一种仁爱之德 天好生啊 那和气才能生啊 爱撒怒的人 这就很难有后代了 那么而且呢 廖凡先生反省自己 这个心地啊 没有仁爱 见到有人 这个 值得怜悯的时候 也不加以怜悯 忍心呢 去舍弃 看待人家需要帮忙 也不去救 也不去帮 自己呢 惊喜凝结 不肯去救人 这些啊 都是无子的相 那加上自己呢 生活习惯上 也很多不好的 比如说 他爱喝酒 爱一个晚上啊 不睡觉 打坐 静坐 廖凡先生爱静坐 他就说通宵打旦 那现在人呢 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爱通宵打旦 但是呢 他不是静坐 静坐还比较好 现在人呢 打麻将 看电视 这些都是毛病 不知道保存自己的精神 那再加上他爱讲话 多言好气 多言好气 所以这些都是 没有儿子的相 所以怎么能够怨天尤人 全都是自己造作 自己的感应 那所以老板先生 悟出了自己的非道 难得的是他勇于改过 非道则退 这些过失毛病 慢慢的改过来 然后在世道上面呢 该做的 他就去勇猛精进的做 所以他做起来啊 真正到了 战战兢兢啊 不敢得罪天地鬼神 真是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那么他这个发誓啊 行三千善事 那么善事十年圆满 又发愿三千 那么第二个三千件善事 圆满了 他又发愿做一万件善事 第一个三千件善事 十年完成 第二件三千 第二个三千件善事 三年完成 那么第三次呢 他发愿一万件善事呢 一年之间完成 那是他做了一个县官 为全县的百姓减粮 减税 减了一半 使万民受福啊 这一念就把万件善事 圆满了 那所以他的果报现前了 那他求功名 考上了进士 这是命中没有的 那个孔先生给他算的命 是最多是秀才 没有几人 更不可能有进士 但是他考上进士 他有那个两个儿子 本来命中无子 他有两个好儿子 本来五十三岁 应该是受众正寝 但是他活到了七十三岁 那么这篇了凡事训呢 这四篇是教训自己儿子的 这个家训 他六十九岁的受写 所以你看看 这世道非道啊 你的抉择 那么果报啊 就不一样 那么在佛法上讲 这个世道非道 跟世法呢 所说的有个不同 世法上讲的世道 那是指一般的讲的伦理道德 包括一些礼仪规范 这个法律规章要遵循 那佛法里讲的 那是讲的完全符合性德 这里讲的是三辅六合 三学六度十大愿望 这是我们师父啊 提出来的 那么静中学人啊 要修这三辅六合 三学六度十大愿望 这五个科目 这就是世道 我们要勇猛精进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展开了 家家如果要对这些名像 要深一步了解 可以看我们师父上人的 三规传授 或者是认识佛教 这上面都有很清楚的说明 好 下面呢 这个讲完总说以后 他上呢 就给我们了一条一条的 来讲 什么是世道 好 请看文字 不履邪尽 不欺暗示 那么这句话是讲 不走邪恶之途 不在暗处啊 去自欺欺人 这个邪尽 当然 这个 可以说 是 这个 一般的那些 不好的那些路啊 我们不要走 但是这里 太上的意思是 告诉我们 凡是邪恶之途 这个 不利于我们 修养道德 这些路 这些事情 都不可以去做 那么这个邪迹呢 不单只包括我们身体 照做的这些事情 是邪尔不正的 不能去做 也包括我们的念头 念头 不能起邪思 把自己的心地啊 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光明磊落 那么在暗示里头啊 也不能够啊 自欺欺人 这个不能够啊 欺骗别人 比如说做一些亏心的事 这个伤天 被人害理的事 别人看不到 但是鬼神啊 在监察 那更不可以自欺啊 欺骗自己的良心 媚子良心 要知道 哪怕动一个邪念啊 这都不应该 鬼神啊都知道 所以这用的是 主净 存诚的功夫 那么这个 不履邪境 不欺暗示 在佛法理解 这个菩提心呢 是讲身心 也就是好善好德之心 这个是儒家 告诉我们 要养圣毒的功夫 一个人的真正的品德修养 从哪里去 来看呢 自己怎么检验呢 就在独处的时候 观察自己的信念 到底是损人利己的呢 还是大公务私的 那么这里跟大家讲个故事 在汉朝时代 有一位太守叫杨振 那么他有一天 因为提拔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呢 来向他致谢 但是杨振非常青年 绝不因为提拔人 而收人家的这些 这些感恩的这些钱财 那么当时这位 被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呢 这个送你来的时候 就跟杨振说 您就收下吧 反正现在是晚上 我们两个人 谁也不知道 结果杨振呢 就很严肃的对他说 怎么能说谁也不知道呢 我们俩今晚的是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怎么可以说不知道呢 那个年轻人呢 觉得很羞愧 那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杨振四肢 可见的你看杨振就在暗时当中 也绝不自欺其他人 这是连结 这连结的人 那些官员 受大家的尊敬 那么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是在广州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念书的 我们学院呢 那个院长叫王平山 他是广东省原副省长 那这个退下来之后呢 这个任岭南学院的院长 那么他是我母亲 读中学时候的中学校长 我也是在我母亲那个中学来念 广州啊 华南师大附中 那么当时我母亲念中学的时候啊 毕业了之后 马上遇到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在文革当中呢 这位王校长呢 就被排挤下来了 当了一般的文员 那我妈妈呢 因为非常感恩他 所以特地啊 请他到家里吃个饭 所以对他也非常的感恩呢 感谢这位校长 那所以呢 这个校长对我母亲的印象非常好 那后来呢 做了副生长了 还跟我妈妈说 你有什么困难呢 可以来找我 后来呢 这个我妈妈也没有什么事找他 到我要考大学的时候 那么当时我们考大学啊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 因为大学还没那么多 1991年考大学 那么我先报考这个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呢 又是全省最好的专业 最吃香的 录取分数最高 那所以我妈妈呢 正好他做这个学院的院长嘛 就跟他打招呼 说那个希望他能够提拔一下 那往下场就跟我妈妈说 那如果你儿子啊 那个分数线达到了 那一定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分数线达不到 那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规矩我不能怀 所以他非常的守这个原则 那结果呢 考试完了之后呢 那我的分数线达到了 那么顺利的录取了 那我妈妈呢 还是很感谢她 就让我呢 这个包了一个红包 钱不多了 只有200块钱人民币 作为一点感恩 请她去喝茶 寄给她 可是过了两天呢 她就把这信封啊 退回来 上面这个还附了一个纸条 拿回家给我妈妈看 我妈妈看到这纸条上写说 她称呼我妈妈的名字 因为我妈是她的学生嘛 这个我们是师生之一啊 你不可以呢 用这个事情啊 来换我的名节 那当时我和我母亲呢 都觉得这位王校长 真是非常连接 所以她是广东省啊 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那么她退休下来啊 还办了一个中学 在深圳办了中学 专门呢 收那些非常难教养的 那些中学生 那么在去年 这位老校长呢 八十多岁 去世了 那我和母亲都非常感念她 还特别呢 给她老人家呀 在澳洲静中学院呢 三十信念里面呢 立了个牌位 功德回向给她 所以真正是 为人清人的人呢 一定受到大家的爱戴 好 请看 下面一条 积德雷公 那么 上面讲的 不履邪境 不期暗时 加上这个积德雷公啊 都是教我们啊 要存成 心地啊 要成 这个积德雷公 也是啊 那个 在心上 处处啊 想着 积德 这个 功就是 做的事情呢 之后呢 就有功 善事做完了 这才有功德 所以呢 要我们呢 天天做 日日做 这个功德啊 要不断的去累积 这不可以啊 停顿 那道家讲 成先 成地先啊 要修三百善事 这个成天先 要修一千三百善事 这都是指啊 积德雷公 那么在 于晋义公 遇造神祭 这篇文章里面 我们看到 赵神爷啊 化身 来教导于晋义公啊 就教给他 这个 积德雷公 让他呢 凡有 那些贪淫 客气 妄想 那些杂念呢 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用猛力啊 去去除 那么 执理会啊 善那一边去 不要想饿 能够呢 做事情 做善事啊 不图报 不求名 不求利 只是老不老实实 诚诚恳恳啊 耐心的去做 只要有能力的 这个 做的善事呢 就一定啊 努力去做 那个 哪怕是别人讲我 批评我 积分我 还是要做下去 要有 这个 忍耐心 要有 永远心 这样子啊 一直做下去 这就是能够积得 雷工 那么 久久的 做下去以后啊 不知不觉的 这命运就改造了 那自己心地啊 就越来越纯善 那相貌啊 也都能够改观 变得一个善忍 好 下面呢 这个一句 慈心欲物 那么这一句话是讲 那个 要修养慈悲心 对待一切的众生啊 都要仁爱 我们知道 一切众生啊 哪怕是蚊虫蚂蚁 那些冤飞软冻的生理呢 他们都有这个血气 都有灵性 都有知觉 那么既然他是有知觉 有灵性啊 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是有知觉 有灵性 而且再深一步说 我们那个 能知能觉的 那个灵性 跟这些小动物 他们的能知能觉的觉性啊 灵性啊 那是一个性 所以啊 我与众生是同体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很深 在佛经里面讲 诸佛同体 诸佛 包括过去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 诸佛 这个 现在的众生 那就是 未来 诸佛 都是同一体 这一体 就是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 佛性 所以啊 慈悲众生 就是对自己的慈悲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怎么会去伤害那些众生 所以哪怕是走在路上 都要小心 不能踩到蚂蚁 这个 古人讲啊 爱鼠常留饭 莲鹅不点灯 因为疼爱那个老鼠 晚上还留点饭给它吃 可怜那些飞鹅啊 晚上都不点油灯 你看这种仁慈 那么除了不能伤害动物 我们还要进一步啊 去放生 过去如果没有学圣教 可能伤害过很多生命 所以现在要放生来还债 那放生 我们知道 那个生命啊 这些动物啊 他们都通人性的 我们去放生 就有常常有这个经验 你比如说放那些鱼 那些泥丘 放在河里 我们船时到 这个江中央啊 放的时候 那些小鱼啊 那些泥丘啊 都能够围绕着床旁边 有时候还冒着头来 有时候还跳出水面 表示啊 那种欢喜啊 那种感恩啊 那么当然 如果是真正 有慈悲心的 那一定是慈素啊 不忍吃众生肉 那个吃众生的肉 将来就有果报 那个 我以前 有遇到一位同修 在广州的 他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这个风食关节炎呢 很严重 两条腿啊 那个膝盖啊 都不能弯曲 每一天都痛得他要命 那么他自己说 他说 这都是我自己啊 杀生的果报 那个年轻的时候不懂 很喜欢吃那个青蛙 这广东人呢 爱吃这田鸡啊 那肉也很鲜美啊 吃那个青蛙 那么吃青蛙呢 就拿刀把那个腿给剁掉 那腿上没肉嘛 所以剁了不知多少 搞自现在呢 他到了晚年 自己啊 这腿就是疼痛 像刀砍那么痛 这就是献报 所以你看看 静夜三福里面 第一福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雌心不杀 修食善业 那修食善业里面 就含有不杀呀 那他单单要把雌心不杀 来裂出来 那这个用意很深 他就告诉我们啊 这个一切众生 之所以有这些苦难 大部分啊 都是杀生害命而来 那这个世间之所以有战争 那也是因为众生吃肉啊 杀业所致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讲啊 若至世上包兵节 但听夜半图门声 你想知道世上有没有战争 就看看 晚上吧 听听屠宰场的 那些 这个私人心肺的那些叫喊 那些宰猪的时候 那个猪的叫声 就知道 这灾难是注定的 将来的灾难 很可能很大 今天早上 我那个到师父那里 师父还给我看了一幅啊 将来的那个 这个大灾难以后的 全世界的地图 看起来让我们都 冒冷汗了 全部都变样了 这个亚洲 这个美洲 欧洲 欧洲整个都没有了 这三大洲啊 变化是最大的 全都变成海水啊 另外两块大陆啊 就生起来了 这些都是大灾难的 我们知道 这些灾难 都是杀生害命啊 众生怨气所致 所以啊 那我们自己啊 要谨慎 防范 哪怕是在大灾难当中呢 供业当中还有别业 那自己要不受那个罪 下面一条呢 忠孝有替 这一条是起讲啊 对军长 对祖国人民要尽忠 对父母要尽孝 兄长爱弟弟呢 要有爱 弟弟对兄长呢 要尊敬 T就是尊敬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 这都是伦理道德 人 人 这生来啊 都有 必须啊 会有五种关系 所谓父子 朋友 父子兄弟 君臣 夫妻 朋友 那么这五种关系呢 叫五轮 那五轮啊 就知道 在那个关系当中 我自己要做到 这个自己的本分 尽到自己的责任 这叫是尽义物 所以五轮呢 有十亿 那这十亿就是 讲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 夫义夫听 君人尘忠 长慧 这个 长要对 那个弟弟啊 要有恩惠 弟弟呢 对兄长要尊敬 那么这些伦理道德 我们都知道啊 这是人的本分 也是信德 从古道经 我们看到 真正为国尽忠的人 一定是啊 尽孝之人 那个古人讲啊 求忠诚与孝子之门 一个人在家里 是个孝子 对父母是能够爱敬 他对祖国就能够敬忠 你看南宋时候的岳飞 那对自己的母亲 很孝顺 跟他母亲一起 他母亲带着他 含辛茹苦啊 拉扯他大 那么他长大以后呢 考了武状元 领兵打仗啊 去打匈奴 他母亲 在他背上啊 赤字啊 惊忠报国 所以岳飞呢 真的是做到了 母亲对他的志向啊 他真的是做到了 对国家惊忠 那现在你看看 那个 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 对中国啊 文化经济 人民的这个生活 造成了极大的摧残 让整个国家呀 这个命运啊 都走到了危机时刻 那么粉碎四人帮 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功臣 那么首区 这个首指啊 就是叶剑英 他是十大元帅之一 那么叶剑英 那个当年 他因为他有兵权 这个用巧技 把四人帮作祸 那个 结果粉碎四人帮以后 整个国家大权呢 就掌握他到他手中 但是这个人没有私心 他把这个国家交给了 邓小平 那所以后人称他 这位元帅啊 是首支龙袍啊 不加身的 那他明明可以做国家元首了 但是呢 他让给后贤 那所以他 可以说对亲中国来讲 是个大工程 那么他的果报很好啊 你看他的儿女 到现在 这些儿女啊 都非常好 他的大儿子 叶选平 做了广东省省长 后来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那么全家人呢 都是 善人呢 他的女儿 林子 女士 那是我们这里香港佛陀教育学会的 前任的会长 都学佛啊 所以看看 这个真正啊 尽忠的 他们这个子孙啊 都贵胜了 那么孙 我们知道 它是一种啊 心态 什么心态呢 跟父母啊 是一体的这种心态 你看孙字 这个中国的字啊 是一种会议啊 这个非常有智慧 这个字呢 上面是个老字头 下面是个子字底 让你看到这个字呢 能体会这个含义 它表明了 老一代和子一代啊 合而为一 这一体的 这就是孙 所以真正啊 要跟父母啊 要一体 实际上 我们的身 从哪来呢 还不是从父母的 细胞那里来吗 这本来也是一体啊 所以尽孝的人啊 我们从古到尽看 那都是啊 那个 有大福啊 你看 现在最近 这个去年 浙江 有一位 有一位叫刘婷的 年轻人 十九岁 家里很穷 跟他母亲相依为命 那么他母亲 患了尿毒症 要患肾 那么家里穷啊 所以这位刘婷 刚刚考上了大学 他决定不去念了 要在家里呢 伺候母亲 那母亲就劝他 你这个考上了 就一定要念下去 结果没有法子 刘婷呢 才决定上学 上学呢 他就把自己妈妈的背到学校去 白天去上课 下午回来呢 就照顾母亲 等母亲休息了 自己才做功课 每天都做 而且呢 还打工 赚一点生活费 在这个学校旁边 一个小公寓啊 租了一个小公寓 来照顾母亲 那么他母亲 要做换肾手术 他自己就决定啊 要把一个肾脏捐出来 给他母亲 那么这个事情 后来传出来了 感动了社会上 很多热心人士 大家纷纷啊 解囊相助 那么一个医院呢 还发心啊 为他免费 为他母亲免费 移植一个肾脏 那么大家捐助的很多 这个他母亲手术也成功 也很好 这不 那个大家呢 捐的钱很多 刘婷呢 这个小伙子啊 他就说 我不可以啊 以孝顺母亲为名啊 来敛财 所以他把这个钱 集中起来 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 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 用这个基金呢 来周济那些 跟他一样的那种贫困家庭的孩子 所以这全国都表彰了 所以你看看孝子 他的果报 虽然出身贫寒 但是 那个他因为有这个德 那个全国都有这个知名度啊 这是我们看名利啊 都世间人都渴求的 你看他这个德 遭感的就是名利啊 当然名利他自己不会去贪图 但是这是他的福报 现前了 那么 这个我曾经去年 到过台湾呢 去做过演讲 讲这个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 当时呢 我发愿了 为这个父母 为师父上人 这个消灾严寿 那个为世界苦难众生啊 消灾免难 发了个愿 在全世界各地呢 讲48场 这个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 在此地香港佛陀教育学会呢 也曾经讲过好几场 在台湾呢 就遇到一位大小子 他叫刘明德 他是菩提静中学会的会长 这位那个孝子啊 他是个牙医 家里呢 也因为做牙医很富裕 他孝顺母亲孝顺得不得了 自己一辈子不结婚 在家里侍奉他母亲 那么他母亲呢 因为过去啊 不懂 他自己也不懂 那个想孝顺母亲 结果买了很多海鲜呢 每天供养他妈妈 让他妈妈吃到最后呢 这个夜暴现前 瘫痪了 得了重病啊 癌症 那他自己也得了癌症 都吃海鲜恐怕 杀生太多了 虽然是孝心的 他不懂 那结果呢 后来学佛了 哎呀 知道自己错了 痛哭流涕呀 那么每天呢 推着轮椅 给就是带他母亲呢 去公园散步 另外呢 学了佛了 忏悔夜让 把自己的一栋楼捐出来 做这个静中学会 欢迎大家同修来念佛 然后呢 这个以他母亲的名义啊 来这个捐出来 这个静中学会 那么大家呢 念佛呢 也给他母亲回向 那么后来 他母亲呢 这个求生净土 那么走的时候呢 也很殊胜 大家都给他祝念 走了以后呢 这位孝子啊 就老老实实啊 他说 这个拿着地藏经啊 逐条逐条 凡是讲过的善事 他都去拼令座 放生啊 印经啊 这个旧慈善 这个什么慈善事业啊 等等 拼令座 回向给他母亲 结果后来呢 那个每天给他念佛啊 后来有一天 他正念佛的时候 突然就 就看到啊 那个 那个 那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呢 这个很庄严 他说 哎呀 那个身体很大 他是在定中看到 然后呢 他就看到呢 很多呢 那些 小的那些动物啊 就是什么鱼啊 虾呀 就从他周围啊 从他身边的那个河流 跳起来 要慢慢慢慢升上去 一边升呢 他这些小动物啊 就变成人的形状 他就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然后他一抬头看呢 阿弥陀佛在上面 那观世音大师智菩萨 坐在上面 大师智菩萨用这个 莲花呀 就给每一个小众生啊 来到安在他的那个脚体上 那观世音菩萨呢 就在每个人的 那个头上啊 滴一个小 那个羊柳枝的水 那么他一滴呢 就发现了 那个人就突然变得 像观世音菩萨这么大 像阿弥陀佛一样大 他就站到了 阿弥陀佛背后 然后他一看呢 他的母亲也站在 阿弥陀佛的身后 一个大的莲花台上 他很高兴啊 他就 这次都在念佛当中啊 他就想抱着阿弥陀佛 这一抱呢 就把阿弥陀佛的 腿给抱住了 他觉得阿弥陀佛的腿 很大 怎么抱不住啊 结果没想到呢 一下就抱住了 真的是大小不二 那个抱住以后呢 就拼命哭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那后来呢 因为这个念佛的时候吧 这有时候敲地钟 那么一转板的时候 他突然惊醒 那么就这个境界就消失了 那么这就是 他所看到的一幕 那么他心里就明白了 他母亲已经往生净土了 因为这不是做梦啊 他定中看到 这是孝子啊 一片存孝之心 为他母亲呢 积功累得 所以你看 为什么敬业三福里讲 这个成福的正因 第一个就是孝养父母 因为这个孝养父母啊 就是存孝 存尽 存上 有这么存孝之心 这个菩提心才能发得出来 他的真诚 他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的心啊 才能现前 那所以那个不孝之人 他念佛也不可以往生 因为呢 他没有发菩提心 那师父讲的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就是菩提心呢 他没发出来 所以要 真正啊 从孝上面下手 非常重要 那么 所以孝和忠 其实是一体的 孝是本体 忠呢 是作用 孝心和忠心呢 它是一个心 不是两个心 对父母敬孝之人 就能够对祖国人民敬忠 这个 忠啊 是用忠 忠心的忠 这个 上面一个忠 下面一个心 表示什么呢 用心啊 不偏不倚 这个 儒家讲忠庸 佛家讲忠道 那么这个 是真心 那么 真正有忠心的人 那么 凡事呢 都综合 他 待人 处事 接物啊 自然就能够 跟人和谐 所以一个团体 我们希望 香港佛多教育协会 能够成为 六合径的 僧团 这个僧团不一定是指持出家人 四众同修 在一起和睦相处 修六合径的 这就叫僧团 有僧团的出现 对这世界 消灾免难 会起非常大的 挽救的作用 那怎么样达到真正的六合径呢 必须要有忠孝 这个 忠 样样 不偏不一样 行忠道 自然就能和 孝呢 是真诚性 一体的观念 从我跟父母 是一体的这个观念 扩展到我跟这个团体 跟全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 乃至法界众生 是一体 佛菩萨都是这样 思维的 这是他佛菩萨的心态 佛菩萨他看 一切众生是我一体 众生是我心中所现之物 那当然与我是一体 那所以他 真正做到 大慈大悲 救度众生 不讲条件 为什么呢 救度众生 就是救度自己 自度就是度他 度他也是自度 不二法门 所以佛菩萨 真正是把忠孝 做到圆满 孝者 孝顺一切众生 与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为一体 忠呢 是对法界众生啊 敬忠 服务 以正直 以忠道的心 来服务 毫无私心呢 这是忠孝达到了极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这样 阿弥陀佛成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皆引法界众生 那么他目的就是让众生到这里成佛 这个圆满的离苦得乐 这是尽忠尽孝 那么我们一般说 尽孝 是对父母啊 有三个层次 孝养父母之心 孝养父母之身 孝养父母之心 孝养父母之志 孝养父母之身 就是让父母啊 能够衣食无忧 对父母的身体照顾 孝养父母之心呢 但是让父母啊 生欢喜心 不要有忧恼啊 不要有恐惧啊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让父母学佛 学佛了 他就没有恐惧啊 那我父亲原来对佛法也很 这个有偏见的 好多年呢 都反对我学佛 我们是想尽方法 这个各种方便的善巧啊 才让他敬佛们 那这个 那现在呢 他能够每天读 好几部的无量寿经 在家里听经念佛 求生净土 那么自己自然的烦恼 就减少很多了 孝养父母之心 这个心呢 也是指父母的心性 让父母觉悟 回归本性啊 明性 见性 见性成佛 这是真正的孝养父母 孝养的几点 那么孝养父母之志 就是能够啊 自己好好的去积德累功 修行 改过自新 那个完成啊 这个尽孝的 这个责任 实现父母的大志 就是父母 希望我们啊 出人头地啊 希望我们啊 服务大众 那我们发大愿 普度众生 服务的是法界众生 这个孝养父母之志啊 就非常圆满了 那所以真正学佛 那就是尽孝尽忠 那么这句话呢 还没讲完 那下面还有游涕 那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暂时呢 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